吐氣成佛法 我們今天講這個吐氣成佛法 吐氣成佛法 這個法是羅納上司本身所講的 他的因言是因為羅納上司以前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紅法當中他說了很多的法 那其中有幾個弟子求法心切 他很想很快的成就 所以就威脅羅納上司 當時是這樣子講的 是說那幾個弟子拿刀子威脅羅納上司 他說你一定要傳這個最快最速 馬上可以成就的法 否則就要把羅納上司給他殺掉 這個弟子是這樣子是比較過分一點 那麼這個羅納上司道士 他說好最快最速 他就講了一個吐氣成佛法 這個法很簡單 他是這樣子講 他說你吸滿一口氣 然後再把一口氣吐出來 這一口氣吐出來是 要細、要慢、要長的這一口氣 在吐出來的時候啊 連你自己的心也吐出來 他說這個是吐氣成佛法 是最快的 那麼當時得到這些法的 這個弟子當然是很簡單 這個吸一口氣再吐一口氣 把心吐出來 他就成佛了 是很簡單 那麼我就不知道 這幾個人有沒有成就 有沒有成佛氣 那麼我 知道這個法以後啊 其實這個是很快速的法 絕對是沒有做的 那據我所知啊 這個也是第一難的法 也是很困難的 以前大成就者 在臨左成佛的時候 用的就是這個 我可以跟大家這樣子講 那個心啊 所謂的心啊 跟著氣一起走 這是密教 密教是心、氣、合一 那氣一出來的時候 心跟著氣走 也出去 單單成就啊 以前那些老和尚要走的時候 都是這個方法 根本上就是這個方法 把你身體的心 什麼是心啊? 無形的 就是把你的密室嘛 把你的生命啊 把你的生命的意識 送出去 依照你的意識送到淨土的地方 當然就成佛了嘛 這個當然是最簡單的 但是問題在這個 你的生命的意識啊 你的那個心啊 是不是能夠跟著氣走啊 問題是這樣子 很簡單 你呼出去 從鼻子呼出去啊 心跟著氣一起走 你就成就了 老和尚 定下來要演舉的時候啊 很簡單啊 氣色滿好的 紅紅潤潤的 盤腿啊 大家念佛 然後就跟大家講啊 說我要走了 那麽他就眼睛閉下來啊 呼出一口氣 把自己的生命意識啊 完全跟著一口氣出去 到淨土去 這個當然是寄生成佛 馬上就走 這個弟子從旁邊過來 摸他的鼻孔 沒氣了 因為這一口氣呼完了嘛 他的生命意識就是跟著一口氣走嘛 羅那上司講得對 這問題在哪裡呢 你們要寄生成佛問題在哪裡 是不是你呼出這一口氣的時候啊 那個生命意識能夠跟著走 問題在這裡 能不能到達你理想的淨土 問題在這裡 而不是你放一個屁崩 啊你生命意識跟著屁走 啊有的人是這樣子啦 是我聽說有人上廁所了 用力一壓這個他血壓高嘛 一用力的時候啊 就當場就坐蓮花走 就坐在馬桶蓋上就走 這個是生命意識啊 跟著那個屁走 然後呢 也寄生成佛嗎 當然是比較難啊 難講寄生成佛 這個是比較困難一點寄生成佛 也是寄生成就 馬上就得到結束生命了 但是能成就嗎 問題就是在這裡 你看佛教很多歷代高僧 他們說走就走 這個就是吐氣成佛 羅納上師講的這個就是吐氣成佛 不簡單的啦 不簡單 問題說心要跟著氣 而且能夠達到 你自己期望的淨土 所以這樣也一樣要泡 這個平時啊 你自己本身修煉的功夫 你的功夫深 你能夠把你的星光體 在靈邪上講起來 就是把你的星光體 映出頂峭 去成就嘛 那這個就是 這個吐氣成佛法 希望大家好好修 這個 你這個氣啊 出來的時候啊 心跟著走 有一天你也可以跟這個高僧大德一樣 大庭廣眾之下 臉色紅潤 說我要走了 結果你吸滿滿一口氣 再吐出一口深深的氣 大家幫你念佛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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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念佛 面來半天你眼睛再打開 原來走不成啊 原來沒有走成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生命意識啊 沒有辦法跟著這個氣走 功力不夠 你的这一股气跟神 吸的这股气跟神还不能合一 神气合一的那种状态 不能把生命意识映出去 这个要靠修炼的 那么我在讲 吐气成佛法到底是什么样子 是密教的吗 因为气是属于密教 但是也应该讲起来 也是属于禅的 禅宗 禅宗的成就 也可以这样子讲 那一种心 其实就是一种空性 生命意识 也本来就是空 生命意识本来就是空 你认知了空性以后 把自己身体的地水佛工给它分解 就成就了 就成就了 Om Ma Ni Ba Mi Ho 那我们再谈这个吐气成佛法 这个吐气成佛说来很简单 其实要靠自己平时修炼的这个禅定功身 心气相随 才有办法达到这一种境界 那么在最快速的佛法之中 我们晓得也有几种佛法 可以讨论到 这个能够很快速成就的 在密教里面也有七字成佛法 七字成佛 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是很好的法 你把自己观想 成为一个home字 移咒意识 成为一个r字 那么以r字的这个勾 来勾住自己的home字 实时做这个观想 这也是很好的方法 这个成就 就是七日成佛法 七天 你把自己观想成为一个home 移咒意识 这个是观想成为一个啊 勾在一起 那么一段 你一段气的时候 一个啊 home 一勾住 这个啊字 观想 勾住home字 一拉 就进入宇宙意识里面 这个是密教 很快速的成就的方法 所以你不管你躺着也好 坐着也好 站着也好 你都观想自己是一个啊 是一个home 那么西空就是一个啊 那来勾住你这个就往上一提 你就成就 这是属于密教 那么净土中也有 也有七日成佛法 我们看阿弥陀经里面 念佛一心不乱 这个西方三圣现前来接云 接云啊 就等于那个勾一样的勾住你 往上一提就成就了 佛一现身啊 把你一射收 你就往生到西方级的世界 所以我自己本人啊 觉得学佛啊 福法那么多 有的时候啊 你要得到成就 你倒不如念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净土中念 南无阿弥陀佛 念到一心不乱 难就难 一心不乱 难在一心不乱 主要还是讲一个心啊 你心不乱 你就成就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你念个 十万 百万 千万 亿万 日日不忘 临终啊 三圣现前 接予你往生 也是非常好 这个是比较稳 稳啊 我是讲说是比较稳 因为你只有念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 比较不会出乱子 比较不容易出乱子 因为你到底念了 南无阿弥陀佛 一天到晚就观想 南无阿弥陀佛 以这个善的因缘啊 跟佛 结言 跟西方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结言 到时候 他现前 接你 就勾你 就上去 不用拉 师尊的这个喇嘛群 你拉我的喇嘛群啊 这个我拉我这个 一拉这个 去喇嘛群就掉了 还是念佛 可以 念佛持咒 一个阿 一个鸿字 也有人讲破瓦法 破瓦法就怎么样 这里啊 开个顶窍 我是破瓦的 这里开个顶窍 跟中脉通 临终的时候 把心事由 应用这股气啊 南无由中脉啊 把你的心事 透过这个顶窍这里 飞升 这个是密教的法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我想到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讲 按照佛法所说 一切皆空 没有上下左右 八方十方的 何处是净土 何处又是第一 你自己想一想 什么地方是净土 什么地方是第一 十方世界 何处是净土 何处是第一 密教讲啊 你心事啊 要挣扎 要出来 要从这里出气最好 从这个顶窍出气 就是往生 南到这里上气 就一定是净土 为什么不从底下下去 也是净土 从眼睛出来 难道不是净土吗 从嘴巴出来 难道不是净土吗 为什么从这里出去 才是净土 净土到底在何处 所以这里又谈到 不是讲一切皆空吗 那么为什么要出去呢 这是我发现的问题 大部分人讲我们生命意识 要出去这个身体 才能到净土 对不对 一般的佛学讲 这个生命意识 要出去 像这个吐气成佛花 也是要出去 才能够到净土 那么为什么要出去呢 我里面岂不是有净土 问题就是在这里 到底何处是净土 我假如生命意识 都留在我心中 我根本不走 我也不从顶翘出去 也不从这个吐气 也不从这个鼻子出去 也不是从这个屁股出去 我就在里面 难道里面不是净土吗 这是我的问题 你们回去好好想 何处不是净土 为什么要出去 内外可以打破 何处不是净土 哪里有内 哪里有外 你体会到这个 你就进入空性 这是我的问题 你也是我的物净 有形有相的 净土就在这里 就在一根毛子上 一根毛子 毛尖 何处不是净土 你心能够安 你心能够安 何处不是净土 佛教讲的 你心能够安 安了你的心 何处不是净土 不要去想那些 有形有相的 你以为从这里出气 就是净土 从底下出气 一定是第一 底下的反而是净土 从顶上出气的反而是第一 一内外一打破 哪有上下之分啊 所以破瓦法 有的时候 只是一个形象 叫你知道 你自己本身是向上的 向上的 一种形象而已 所以这个 按照佛法里面 讲起来是很深的 重点在一个心 你心能够安 任何地方都是净土 任何地方都是净土 你心能够安 你早就成就了 早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悟得空性了 早就进入无色界了 你生活非常的愉悟 早就在极乐世界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这个大手印的特性 这个大手印 是属于这个藏密 白教最高的大法 那么藏密呢 有四个大法 也就是 也就是 红教的大圆满 白教的大所印 花教的大圆圣会 另外这个 黄教的 大威德 这四个大法 各有特色 那么 我本人呢 也就是修这个大手印的这个法 那么大手印的这个法呢 当中啊 很多人不明白 以为大手印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啊 所谓大手印 看这个名字 那么想它的意义 以为就是 啊 结个手印 那么这个就是大手印 其实不是 我自己个人的解释是这样子 这个大 一个大字 就是代表无上 没有比这个更严满 这个就是一个大字 手呢 这个hen 啊 就是方法 就是佛法 这个严满的 无上的佛法 印呢 我们在密教里面讲印 都是讲相印的 其中有很多的意义啦 但大部分 可以这样子解释成为相印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呢 无上最严满的佛法 相印 这个就是大手印 这个就是大手印 所以不要搞错了 很多外面这个密教的说 哦 大手印 他就解一个手印 啊 这个就是无味印 这个就是一宴印 啊 这个叫做触地印 啊 触地印 那么解几个手印呢 这个叫齐克印 啊 齐竹印 就是这样解几个手印 他说哦 我就了解大手印 这不是 很简单讲大手印法 就是从凡夫 从凡夫 一直到成佛的过程 都叫做大手印 都叫做大手印 那么解释完这个大手印 我们要讲这个大手印的特色 大手印让你修成了 有三个特色 三个很特殊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平等性 平等 第二个是无公用性 无公用性 第三个就是自然性 那么这里面啊 你看到这三个特性以后啊 你会觉得说 很奥妙 很不可思议 你看第一个平等性 平等性 大家谈到平等 大家都知道 一切都平等 无言 天大慈 同体大悲 就是平等 把众生都看成佛 你自己是佛 就是平等 那么今天既然讲平等 为什么师尊啊 那坐在这里高一点讲话 你们坐在低一点的地方听法 这岂不是不平等 尤其啊 这个西藏密教 不平等才厉害 你说法王 你说法王啊 卡玛巴 他坐的位置一定很高的 很高的 再来的仁波切 佛佛 又在坐的低一点 再来的一般的喇嘛 坐的更低 一般的在家居是更低 就是一层的在家居是喇嘛 仁波切 法王 法王坐在最高的地方 这个不是不平 这个就是不平等 怎么解释这个平等性 今天假如要讲平等 好 一切都是平等 那么我下来 你们上来 我下去 底下坐 你们上来讲 这个我记得以前 中国国父孙中山也讲平等 他的讲平等 是出生立足点的平等 画一条线 一开始出生 大家都平等 每一个都是龙龙 都是这个baby 龙龙龙 大家都平等 但是你开始成长的时候 就有分别了 有了成绩好一点 第一名 你头脑袖斗了 他就是最后一名 这个就开始有分别出来 所以立足点平等 是人讲的平等 人在讲的平等 像国父孙中山 讲的平等 就立足点 大家都是一样的 出生的时候 大家都一样 以后呢 慢慢开始学习语言 学习动作 学习种种的知识 就变成不平等 所以有老师跟学生之分 有上师跟这个顾员之分 就会产生出来 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平等 但是底下的立足点是平等 他讲的平等 是这个平等 今天在这里的佛法 讲的平等性不是 是最高点的平等 佛的法身呢 是同一个法身 你只要成就了 跟诸佛平等 跟所有的佛平等 这是佛法的平等 是最高点的平等 跟一般世俗的平等不一样 今天我学佛 师尊本身来讲 了解的比较多 坐在高位 跟大家说法 今天哪一位这个上师呢 他已经成就了 他坐在高位 跟底下的人说法 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在佛心讲起来 他看众生一样的 将来修行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大家都是平等 都是同样的佛 密教里面是这样的 所以有平等性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不一定是相等的 但是在最高的境界是相等的 所以密教有起法号的时候就讲 就已经讲了 像这个先人法师 我们就可以讲是先人佛 他又是先又是佛 明以法师 就可以讲是明以佛 为什么呢 因为你成就的果位啊 就是佛了 密教里面就是这样子讲 这个是平等性最高的 佛的法身呢 圆满 同时他又慈悲众生 把众生都看成佛 这个就是他本身的平等性 那么我们学会佛法以后啊 就要尊重每一个众生 这大所应的法就是说 尊重每一个众生 都把它看成佛 再做一种救度众生的工作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慈悲 所谓佛法是大慈悲 就是在这里啊 因为他本身有平等性 我们不能讲说 啊 谁长得怎么样子就不像佛 其实都是佛性是一样的 法身佛一律平等 再长得再丑 身体再臭 一样都是佛性 这个就是平等性 Om Mani Be Mi Hom 好 我们再跟大家谈 大所应的特性 我们有讲过 大所应的特性有三 就是平等性 无功用性 另外还有自然性 我们再讲这个无功用性 这个是很深的 这个让你意会啊 很难去想得到 什么是无功用呢 难道大所应啊 修正了以后啊 成就了以后 什么功用都没有 那修这个干什么 我们修大所应做什么 这个是很难去失忆 不可失忆 很难去想 很深 今天你请我 讲大所应的特性 我可以这样子上来做 跟达摩祖师一样 好 开始讲大所应了 好 完毕 下来 就是不能言说的 不可以讲的 没有文字可以记载的 无功用性 就是它 我告诉你了 四个字 如如不动 就是无功用性 它的特点啊 在于它修成了以后 根本不用言说 如如不动的那一种境界里面 像这样做的 就是无功用性 无为就是无功用 无为不做什么 如如不动 无为就是无功用性 那个真正那个剑术的高手 像光本武藏 他在那个好像是跟人家对敌之前 他是无功用性的 他是坐着 然后安静下来 很静很静的 变成没有 好像没有什么作为 他鼻子秀一下 有杀气 这是什么呀 这是无功用性里面的东西 你真正好像是要跟人家打架以前 我说你就先 哇 动啊 这个 一直这个 好像就三截棍啊 这样子弄了半天 弄了半天 人家丢一个石头你就倒了 你还很静下来 很安静的下来 让对方先动 你是在做最极净的功夫啊 杀气从哪里过来 你要知道的 这里面有杀气 你可以感觉出来 这是无功用性 真正的圣贤啊 是以静自动 他很安静的 很安静的 这是无功用性 真正最极净的状态下 才能够产生智慧 所以你心很狂乱啊 就六神无主 我们讲你心里很乱啊 我现在心里很乱 六神无主 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是乱 真正你极净的时候 一静下来 智慧产生 你对于任何事情 你都能够处理 这个是无功用性 最高的境界 真正的五四道啊 不是说这样 好像站着 他们不敢动的 因为一动对方就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不动 反而周身啊 充满了剑气 那个剑气是弥漫的 我不动 如如不动 一只苍蝇飞过来 响 这苍蝇就死了 苍蝇就死了 为什么 他可以听到苍蝇在飞行的声音 你心不极静啊 怎么如何听到苍蝇在飞的声音 所以真正的行者啊 真正的高明的行者 是静的 不是这样子乱毛毛照照 乱跳乱跳的那一种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剑术的高手也是不动的 他可以发出 他从发出的这个剑气里面 就知道对方的能力到多少 反而非常的悠闲 非常的静止 这一种状态 就是无功用性 不要以为无功用性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作用都没有 不是 他是在静疾之中的静疾 智慧从静定当中产生 所以佛法三无漏邪嘛 借定慧嘛 先借你的身体的动 那么由禅定里面 产生无上的智慧 这个邪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邪佛 到了最高的境界 像西空一样 包容万物 他本来就是西空 如如不动的西空 但万物就在这个西空之中变化 他掌握所有的万物的一切的动 他一静疾之中 掌握一切万物的动 所以我们啊 这个邪佛的行者 必须要知道 你不能这样子很虚妄 对于这些外面的一切 你不要去追逐 不去追逐 就是无功用性 是一种无为 但是你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你为的话就是智慧 只要一作用就是有智慧的 看起来好像没有智慧 完全是没有智慧的 但是只要一动就是智慧 所以那个好像是说那个武术的高手 箭不拔而已啊 箭一拔就是一定要中的 没有说拔箭而不中的道理 这个武士刀啊 放着一把一抽出来 就是中的 所以在安静里面啊 可以显现他本身的为智慧 你假如是经常在动之中啊 你没有办法得到智慧 所以西空最静 西空最有智慧 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个自然性 就是任因 太极前最适合这个 这样子随着转 随转是什么意思 任应 太极就是任应 自然 本来你是西空而住的 显现什么 你应用什么 这个力啊 从这边来 你这样子给它收起来 再回一回去 就是太极 四两拨千斤 就是太极 以柔克刚 就是太极 这个是一种自然 自然性 我们学习佛法啊 这个在所有的万物之中啊 你自然随顺 一切非常的舒适 就等于是在极乐世界里 所以陛下又应用你自己的智慧 其自然 其随顺 奥马尼伯弥昂 我们今天讲这个如何产生明体 密教里面谈到这个明体 也就是一昼意识的光明轮 在内讲起来 在我们自己行则的内在讲起来 又称为法性智 那么这个可以讲起来就是静光 清静的光明 密教里面谈到这个光 静光啊 可以讲是外面的光明轮 跟自身的这个法性智 二则互相结合起来的 合一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界光 就叫做界光 那么明体的这个产生啊 很多人以为啊 这个明体是从外面来的 从外面产生的 其实这个里面也有这个 佛陀的这个教法的这个道理在里面 佛陀啊 他认为啊 一切仍然是由自己本身心所造 也就是为心所造 没有自己自身的静光啊 不会有光明轮 所以自己一定要显化 才有宜昼意识的光明轮产生 所以佛法有讲到这个 是向外求啊 或者是向内寻找的问题 所谓正法都是向内寻 向自身内在去寻 所谓的外道就是讲向外去寻找 那这个道理啊 这个道理啊大家要明白 那么明体如何产生呢 还是要追求你根本的内在的清净之光 这个道理啊 这个道理啊就是说 这个道理啊就是说 你只要内在的清净之光啊 能够产生的话 它跟宜昼之间啊 宜昼意识的这个光明轮 它自然就会下降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有一个重点 你自己啊 假如不自己修持的 产生静光的话 你一直在追求外面的这些 你能够看到什么啊 或者是说听到什么 那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想看到这个净光 一定是自己本身的内在先有净光 那么密教里面的修行啊很重要 光从哪里来呢 像我们着佛定里面已经讲清楚 佛 左佛是由热来 那么光啊是由左佛来 那么光明呢 这个静光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你本身自身清净 才能够产生光明 你清净了才有光明 你不清净了 就难得有光明能够显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意念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密教的修行呢 因为密教的修行呢 可以讲是念力 你由念呢 产生热 产生佛 由佛产生光 那你有清净的意念里面呢 才能得到清净的光 那所谓这个三脉啊 这个七轮啊 那么你身体里面的三脉七轮 多能够多能够因为佛跟明点的染低作用 全身变为清净的时候啊 你自然啊产生清净的光明 所以释述 所以释迦牟尼佛看见这个东方的明星呢 是由自心里面啊产生的明星 我们今天行则啊看到明体 是因为你自身里面已经有静光 才能够看到明体的 所以星光发露了 这个星的光明呢 透过这个眼 然后才能够观察到宇宙的光明轮 才能够看见佛陀的东方明星 所以这个是一个修行的要指啊 不能向外去找 所以你这个在禅定里面啊 你先要看光 那光从哪里来啊 这个明体从哪里来 原来还是从自心里面所发露出来的 你的光啊看到透过你的眼 然后照明了宇宙的光明轮 将来修行成就以后啊 一样的 因为你光产生出来 在设招这宇宙的光明轮下降何一 这个子光跟母光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道尽光 就是道尽光 就是成就的光明体 密教里面修行啊 完全你要设招的话 完全你要设招的话 招请啊也是自心轮放光 去招请宇宙的所有的本尊下降 这个心中莲花开放 晝日放光 出去整个宇宙的本尊才会下降 所以明体从何产生 当然从自心产生 当然从自心产生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ma ne bemihom 我们谈这个专一瑜伽 专一啊 大手印里面啊 第一个瑜伽是专一瑜伽 那么很多的弟子来问我 他要如何修行 我经常给他们写两个字 写上两个字 就是专一 你一定要专一 大手印的第一个瑜伽 也是专一瑜伽 专一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专一的时候啊 能够静 由静啊才能够产生定 由定啊才能够产生智慧 你不管做任何事情啊 修行的事情啊要专一 其他的事一样 而我们看那个日本的这个剑道 这个武士 武士 他们在比剑的时候啊 日本武士啊 在比这个武士刀的时候啊 经常你看到一个 在那个 哦 他们的钱巴拉这个 木蜜里面啊 经常看到 他们两个人对齿 两个人都拿着这个刀武士刀啊 都很安静的站在那里 在还没有比试的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很静的 他们是在做什么啊 就在做专一的 就是在做定的功夫 在那一个时刻啊 就可以啊 有这个刀轰啊 剑气所产生 产生出来 产生出来 所以呢 你要能够胜对方啊 一定要找出他的一个死角 所以不管你比刀法 越安静 越能够忍 越能够定的人啊 他就站上火 谁一出手啊 哪里就是死角就露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般来讲 武士道啊 他还是在讲求 敬跟定 密教里面啊 专一一家是一样 我们比一个手印 这个一个手印比出来 这是指示印 也是剑印 那一比出来的时候啊 只是一个剑印 一个指示印 但是你一个灵神啊 这个剑呢 他就伸长 伸到白影里面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专一瑜伽是讲 无形的啊 是无形 我们比一个简单的印呢 这个是招勾印 这个是招勾印 是招勤勾 金刚勾 招勾印 你比这个手印呢 没什么 大家看呢 你就比一个勾 但是你一灵神啊 他这个勾啊 金刚勾啊 就进入啊 虚空之中啊 勾住这个神仙呢 成座的云 一勾 这个神仙就下降 勾住 勾住菩萨的莲花座 就一勾 菩萨就下降 这个是金刚勾啊 这个是金刚勾啊 所以你必须要专一灵神去勾 这个是密教 所以专一瑜伽是这个意思 我们行则在做任何一个附魔的时候 一定是专一灵神的 不能够匆匆忙忙的这种乱 做任何仪轨都是专一的 都是灵神的 密教里面呢 用能力 那么正法呢 我跟大家讲 所谓的正法 就是你能够专一 能够静定 就是正法 什么是外道啊 什么是旁门啊 你修错了 走错了方向 就乱 心啊 不能狂 不能乱 所以我讲啊 你定下来的时候啊 你知道轰从哪里来 轰从哪里来 从电轰扇来 你可以听到轰的声音啊 静的时候啊 你心里定 一根针掉下来 声音 声音很响的 叶子飘落 秋天的叶子飘落 插 在地上 你可以听得很清楚 那你假如心里乱的话呢 你根本听不到这些声音 所以五四道啊 所以五四道啊 你看他啊 这个刀轰啊 这个剑气刀轰啊 他们静下来说很安静的 这个剑从哪边来 应该怎么缓回去 他是有方法的 所以你越定的时候啊 越能够啊 胜 越不定了 心里越乱了 越容易 败坏 我们今天修行啊 很重要 跟你讲这个很重要 心不能太福 要定下来 心不能放异 要守戒 守戒是为什么 叫你心不要放异 不要乱 守戒啊 你心才会正 才能够定 安定你的心神 专一的去用你的念力 去进入三脉七轮 进入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让它发热 发光 智慧从哪里产生啊 你定才能够产生智慧嘛 你乱七八糟的时候 如何智慧如何产生呢 所以你要灵神下来 专一的思索 就能够智慧的光明 就会产生 所以斜佛啊 所谓三无漏斜 是戒 定 慧 我们中国也讲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利 考利 施利 定 禅定 安 就是能够安住你的心 得 你才能够得到 也有讲这样子 所以今天着火入魔的原因啊 在于心啊 乱了 你心能够定 能够静 就能够发出智慧的光明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的朋友